哎呀我的天 太冷了 快快 我里边说啥 就是衣服 真的 没什么不穿 没来及呀 哎呀我的天 都说买口袋都没有 买口袋干啥呀 感冒了啊 别全让给你 没事 没事 本次飞堆西洋行周边上线了 打开手机淘宝 烧没有屏幕上网二维码就可以购买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半左右了 我那个同学要来了 我在这路口等他一下 我看见他了 他就在前面 你赶紧别照了他 亲自给你结架 你就该去机场去 行 你在后面了吗 对 不远千里来给你收开 你就一个包 没了 走 你猜我们这房子多少钱一天 一百四十八了吗 错 多少钱 网上订只要 九十多 五十多 这么便宜啊 他那不一顿宰人吗 一百四十八 所以说 所以说新疆是一个很怪的地方 你上网吧 很多东西都便宜 上网还都便宜 如果你来了本地你就完了 直接坑死你 你这小设备一套一套的 换衣服 换换换换 快换 老冷了 这太冷了 为了弥补一下没去机场接小轮 赶紧带他去吃顿饭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两点多了 本来想着带他去吃一顿好的 但是外面基本店都关门了 走了好远才找到一家牛肉面 要一个清汤牛肉面 现在还能烤串吗 可以 这边肉串我觉得 上面油特别好吃 但是肉味真的 肉肉真的不正常 我们那边不是羊肉油 羊肉油羊肉油 他们是羊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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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羊肉 然后油肉 你说油好吃 你跟他说呀 烤羊肉 溺死了 我这一锅快递送的有点远 几千公里来给你送快递 等羊羊串上来之后 小罗对羊羊串的第一反応是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罗 小罗是我的大学同学 而且就是关系非常好的那种 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应该有知道他的 然后接下来旅程就是 我们两个会一起走 那关于这个千里送快递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小罗 那啥 我让你给我带那东西搁哪了 都在馅里吧 你这馅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 这是我让小罗在北京给我背过来的讲业 那个时候我在乌鲁 因为乌鲁木齐这边也是有京东仓库的 但是没货 妈呀这快递老了 妈可以了真的 怎能让你给我背过来了 其实这个也老贵了 我靠 50块钱才给两个 这些挺贵的 对 为了感谢小罗千里送快递 我决定今天带小罗在乌鲁木齐好好转一转 先是带他去尝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吃的烤包子 一个烤包子 你觉得怎么样 还觉得挺好吃 感觉有点顶的 目前我是吃他家是最好吃的 我昨天吃羊肉串 味儿没大 羊肉串昨天味儿大 要不一吃就感觉肯定是真的 味儿也太大了 接下来我们坐地铁去新疆大学看看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汉州人比较多 新疆大学在天山区 那里少数民族的人要多一些 而且大学嘛 都没有朝气的地方 是不是 终于坐了半个小时的地铁 到了新疆大学 结果校园里面是不让校园人员进去的 我们两个心情一下子低到了极点 只能在外面瞎逛了 结果我们两个逛到了一个叫大巴达的地方 这里面说白了就是卖图特兰的地方 给游客消费的 我俩都是比脸干净 刚想走 就听见了音乐声 走看看新疆人民跳广场舞 果然新疆人民都是能隔善我的 从大巴达出来我带小罗去吃抓饭 为了让他感受一下新疆的物价 我特意让他去付的款 我们的乌鲁木齐之旅最后也是以一顿烧烤结束的 然后我来的时候那不是自助之机吗 把你那个衣服扔了一把 这完事了 然后那老姐一顿问我这玩意怎么搞 然后我说我看提示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不来意了 他说你们这么年轻怎么都不知道呢 哈哈哈哈 你咋啥也不知道 你看啊 然后我说那边有人工的去人工的吧 他说那人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哈哈哈哈哈哈 给你一下干猫逼了 我说我说那边有人工的去人工的不挺快 他说这不是要体验一波吗 体验一波这个 我说好 卧槽 一张罚单 无形一张尾停 我上次停这一点事没有 这一次直接直接爆炸 但是停的时间太吵了 上次也是停三天 有地方吗 有地方 放进去 哎哎哎哎我拿水 放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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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本来打算从乌鲁木齐 直接按照导航走最近的路线回家的 但是小罗来了 行程就改变了 打算从哈密兔新疆号去青海那边转一下 再回东北 你猜他是收费还是发卡 这是什么 发二维码 我上次好像也没发过二维码 没个缓用 二维码就是 就跟你的ID似的 就是VEID 其实我本来打算两天就干出新疆的 可是小罗这家伙来的时候居然没带驾照 我只能继续当司机了 怎么需要下车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用下 照着 OK 注意安全 怎么还OK上了 就是这边还是很随意的 现在我和小罗到了那个 吐鲁番 到吐鲁番 我们去吃个饭 今天到吐鲁番的麻达村 要一个小盘鲁 新疆的大盘鲁盘着是真的大 所以有经验的我就点了一个小盘鲁 结果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穿饭后我们继续前往吐鲁高麻达村 因为小罗觉得一直跑高速 除了路还是路 看不出这里是新疆 所以我们这一段选择跑下道 等看他们这 来这边就属于有特色了 嗯 嗯 在去往麻达村的路上 我们还经过了高昌故城 虽然这里看起来很是荒凉 但历史上这里是四东八达的西域重镇 是古世仇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咽喉门户 其实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 更像是大型的考古挖掘现场 要是给我个工兵铲 我也想去跑两下 但这里已经是文化遗产了 在距离麻达村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有一段十分垫磨的路 根本不敢踩油门 不怕连你也可以踩油门 是吧 啊 哎呦呗 我真的都 跟着车 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们终于回到了半游马路 哎呀 爽毛 我的脚现在也都麻了 哎呀我的妈呀 一下子感觉 哎呀 就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耳朵都清静了 哈哈 瞬间感觉这好路原来是这样的 要不然你不会有多感觉你知道吧 嗯 但是瞬间感觉哎 这么丝滑 哈哈 其实选择走下道的我们 除了刚刚那段烂路 香道和省道上减速带也特别多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只要导航里面说限速二十 那就一定有减速带了 一进入麻扎村 就立刻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 这里的房屋大多都是生土建筑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里很新疆 麻扎村是以清真寺为中心 建成的维吾尔村落 麻扎村大清真寺 就建于乾隆四十五年 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 这里也保留了古老的维吾尔族传统 和民宿风景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而且外来车辆是不能开车进去的 所以我们就飞下了无人机 然而一块电池还没飞完 我们就背包熬汁不能飞 还不让飞 没 他那个是警察让飞就代表没问题 他是那个保安他不让你飞 他没拦着嘛那事就没事 对啊 他就是相当于景气不让你飞 要警察说不让飞我就慌了 突然一共没收了呢 其实在这里飞无人机的时候 我是当着警察面飞的 他们并没有告知不让飞 后面是警局的保安出来告知的 我们到山山县 今天我们到山山县 认及了 他到那就天黑了 这就天黑了 我们冲麻扎追出来 就一路前往山山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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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我的天 啊 另外 哎呦顶不住 晚上八点终于抵达今天住宿的地方 以一碗牛肉面结束了今天的行程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 关注留言评论分享弹幕 如果是YouTube的网友 别忘了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购买这次短袖的时候 一定要跟我们的客服对案号 案号是咕噜哥我来催更了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优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